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姿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我們繼續上一集的劇情內容 念念而已啊 這好遇到的可是地獄集的磨練啊 練習對手可多些些專業級的啊 深血俱疲的我 在進入中學時就果當放棄了 但是和當時的師父忍保持的聯繫 而我會入了命打聲招呼 在電話中和師父提到塔克爾的事 雖然師父的語氣中帶著一點困惑 不過卻二話不說就把場地借給我們 問題和師父說好了沒有問題的 師父等會就會出現了 竹刀、防護具、冷裝備都借給我們了 我先讓塔克爾去換衣服 算他一副純全欲動的樣子 一 塔克爾今天有揮動主刀 你可別忘記自己身上的帶著傷啊 我懷疑他真的有把我話聽進去 不一會兒他流汗的姿態 完全地吸引出我的目光 這不是在開玩笑吧 塔克一直以來使用的是西洋劍法 日本的主導可是完全不同的劍速方式 怎麼能夠這麼輕易做成散手 和我 然後這邊要選擇 選一 選一 每每次見到初學者就想贏過我 畢竟我可是曾經學過一兩招的 嗯 確實是這樣 如果這樣就違戰也太廢了 我應該就有一點見過卡特爾的力量 無論他生活其實多優秀 畢竟見到可是初學者 如果是這樣輸的話 對我曾經是有過驚訝的我也太丟臉了 好啊 我又不選當領對手 但是說我可不能有怨言呢 手部主導的我 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碰過劍道了 我到底還記得多少呢 一種久遠的熟悉感 但我正要向他出擊是 塔克爾不太傷護局直接面向著我 喂喂喂 這怎麼回事 他給過我的實力了 卡特爾 卡特爾二話不說 便利己玩我進攻 道場中莎莎也身強 握手握足刀 握著忍汗 卡特爾帶著銳利的氣勢 不亂向我進攻 照這樣下去 無空無法展開攻擊 一股做清目標鎖定卡特爾的手擋位置 很好 初學者是不會注意到小手的位置的 這場素援可是關心到滅汗的問題啊 史達爾和招尾情就放棄了 當時我可是非常認真 這裡毋庸置疑 就從小手開始延續攻擊 剛剛我是到下一步時 卡特爾一瞬間 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咦 就在此時 感覺自己的頭 快要被剖開的衝擊 但我還在想是誰躲在後面 偷襲我的時候 卡特爾再出 再度出現在我的眼前 啊 這是 可是 這段段幾秒內 幾秒內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麼一瞬 代表剛剛 走後面 襲擊我人是他 雖然搞清楚了狀況 就忘記想不到任何方式 足以防止他的出擊 卡特爾再度從眼前消失 又再度拼向乳頭 我最故意要發出奇怪的聲音 卡特爾似乎不以為 準備再度攻擊 這次我拿著主導保護者的紋簾 對我服務受到強力的攻擊 還以為會撞飛到牆壁 如果沒有恍惚道具的話 我的身體 肯定會被逼成兩半 毫無贏的勝算 一定不是實際上的差別 或是經驗上的差別 對於戰鬥人民的感度 我的卡特爾 可說是天差地別啊 經過仔細的對戰 每當我察覺到他的攻擊時 都已經太遲了 完全 就是被他打發到地上啊 好 這個程度就好了 謝謝 好運動 彼此彼此 我才該說謝謝 現在已經不是自信心受挫的問題 在道場吹頭傷心的我 深深感到 自己運動不足了 或缺乏劍的敏感度 嗯... 好 倒楣 Ki-kunから的喧嘩 是不少的 但是... 是的 但是... 要把身體移動 幸好 別的敏感者都看到了 蛤 除了我以外 沒有強調對手才對啊 邊這麼想著著我 邊看著卡特 放野後去都是 偷偷躲起來看著我們的道場地址 今天不是休息嗎 後來聽說原來這些道場地址 一定讓我美人來道場 紛紛匆匆地跑到一個道場 一趟就近 卡特邊說 邊向他們那邊走去 一個小時後 道場所有人紛紛 呈現塔克的絕佳技術 打倒所有人卡特 帶著滿足的表情 走進了更衣室 我也差不多該來換衣服了 走到道場的我 被前面給叫住 稍微講一下畫方便嗎 怎麼了 就是那個美人啊 到底是何方神聖 我總不能直接說 她是來自異世界的女騎士吧 就算說了也不會相信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好像是哪個國家的 騎士後衛的樣子 基本上說的都是謊話 不過其實這點是真的 注意她的謊話 就是在謊話裡面加點真實的成分 我記得好像在男粉書裡看過這句話 騎士的後衣啊 果然這世界還有很多厲害的人啊 對呀 這麼說是相信我的話了 前輩似 完全被我給說服了 接下來的世代 前輩你嘴裡然然自語 開始揮起手上的竹刀 即使今天是放假 也要在回家以前多練習一會兒的樣子 突然輸給一個不曾經過金髮美女 可能一定先受到不少挫折吧 那個 我也差不多該去換衣服了 搞不好前輩沒有聽到我說的話 這前輩還沒有多問之前 趕緊去去更衣室 還好沒有被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前輩最喜歡追根究底的問 搞不好再多問下去 只會露出更多的破綻 送了一口氣的我 擠開上衣的鈕後 打開更衣室的門 這這這 打開門後 看到的是卡赫的內褲 呃...呃... 眼影的內褲和白皙柔軟的皮膚 映入眼炎 應該是還在換衣服吧 不要倒服了他 只穿一件內褲時 更加的令人興奮 這幾秒 確實我能生最長的時光 什麼會在這 腦子裡想和嘴裡突出 只有這幾個字 所以你本來告訴我 這這樣下去可不得了了 瞬間悄悄的離開 等會再跟 卡克好好地睡醉 不對 這可是不可抗...抗力的情況啊 死都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說詞 呃...就是呢 我沒有注意到那是女子更衣室 但我絕對不是那個意圖 卡克聽到我小小的生理 籃籃之理到後離開 開了口 但是到場的練習太過吵雜 我完全聽不到卡克說些什麼 啊? 卡克所拿的主刀 順勢揮了下來 幸好沒有直接被擊中 頭髮倒是水難中風飄了一下 呃...抱...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我趕緊把門關起來 真的門口 低著頭沉浸了一會 對齁 這個道場的更衣是囊影功用 我在剛剛換衣服明明有注意到的 等會該用什麼表情見卡克啊 搞不好他還在生氣 一想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心裡很悶 最後還是不想跟我講話 卡克在換完衣服後出來 後果擦身而過時 完全不看我就離去了 這種事肯定會很生氣吧 突然被男生感動自己的內褲 那誰都在生氣 但我不是故意要去開門看的啊 這種情人多少可以被理解吧 不過還真意外 卡克會穿那種內褲啊 雖然對女性的內褲也不是很了解 不過個人覺得是那種很可愛的那種 卡克喜歡可愛的東西 搞不好是這個世界買的也說不定 現在不是想這種事的時候 等會要趕快跟他道歉 波子道歉的嘴心 看著正在到場門口的卡特 我便開了口 讓你久等了 卡克不發任何一句話看著我 感到這股壓迫感 反射性的向後退一步 現在可不是這種抽搐的時候 剛剛我真的很抱歉 拜託求你原諒我 挺著胸90度鞠躬 表示我最大的輕易 如果還是不肯原諒我的話 要我下個東西 卡克看著我笑得出來 我太后看著他 這怎麼了嗎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卡克 笑成這個樣子 我抱著決心卻被笑成這樣 說實在還真的有點不爽 你剛剛不是很生氣嗎 說完這句話 卡克的低下額頭 沒有看到內酷的人是我啊 被這麼一道歉 害我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你不需要道歉啊 我們快回家吧 剛有了不少汗 肯定想泡澡吧 要回去了 卡克小姐 準備回家的我們被道場的 道長也是我師父給叫住 雖然已經高年70歲 不過實力人是第一把交椅 師父 謝謝今天還可以把道場借給我們 這沒什麼 今天把道場弄得熱熱鬧鬧的 還是這件好事 那個 算有點遲了 不過我想再繼續學建樹 我並不是討厭建道 只是曾經就這麼一放棄 有點感覺特別有感觸 這可是你自己的人山 喜歡去的話 喜歡做的話 就去吧 謝謝師父 我可以感受到師父的信中 還借我這一號人物 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師父 才讓每個人都深深愛著這個道場 對了這位小姐 剛剛在練習期間看見你的動作 你齊聚天分 是個不得多德的人才 這麼優秀的人 讓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可以耽誤你一下時間嗎 卡克爾歪著頭看著我 眼神中 師父說得很彷徨的樣子 我連臉頭回應他 師父的話 是不會做出什麼槍真索然的事吧 那我在外面等 卡克爾 你就聽師父說些什麼吧 抱歉 很快就會結束 不會不會 今天特別謝謝你 說完話被走出道場 卡克爾和師父最近說些什麼 走回家的路上 我完全沒去問 不過卡克爾 師父在放鬧著 什麼事的樣子 師父到底拜託卡克爾做什麼 明明想要問的我 卻找不到師父開口的機會 師父是不是說了不好的事啊 不過師父不像是那樣的人啊 我很了解師父的為了 雖然不是什麼高正 新人啊 不過卻是個品格高尚的人 不像是會 逼迫卡克爾做出他不願意做的事 怕完早出晚飯 卡克爾的煩惱 似乎還沒有解決的樣子 看起來還是不能再做事不管的 卡克爾在煩惱一些什麼 如果有什麼困難的話 可以跟我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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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克爾看著我 露出 露出 難說出口的表情 教..教練你的意思 是 這樣在經濟上也會挺有幫助的 無論是金錢上的報酬 或是要到場練習 都對卡克爾是有好處的 這樣建樹也不會因此荒廢 甚至可以更輕於練習 那你在煩惱些什麼 又天涯不差啊 那是真的 但是 我根本就是 這個世界的住人 而且 我根本就是 這個世界 也沒想到 這個世界 也沒想到 魔力 也沒想到 魔力 也沒想到 也沒想到 我 知道 我 是 是 可以 任何 原來如此 我大致上了解 卡克爾的難為之處 卡克爾的認知性格 肯定不想在途中半途而廢吧 這有什麼不好的嗎 既然他都說快付你錢了 代表你只要交出而已啊 如果兩天回去了 我會找個好解釋 這也不需要擔心 這句話似乎讓他放心不少 卡克頂點頭 是要接受師父的委託 不過為何又突然拜託卡特爾呢 師伴 他腰被弄傷了 所以 他被捕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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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啊 師父 也算是蠻高齡的 卡克爾對焦人 並不討厭吧 他自信地回答道 卡克爾對焦人 他自信地回答道 卡克爾相當的自豪 我先說 你要教可是劍道 我先說 你要教可是劍道 我... 我先說你要教可是劍道 這回答讓我震驚了一下 夜世界的起初劍術 和日本人的劍道有許多相同之處 怎麼會有這種事 卡克爾蘭的劍盆明顯是新洋風 和日本人的道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例如說有什麼地方是相似的 但也有我國的見術 也有一個技巧 是這樣的 當然有可能是偶然 只不過有點在意 比如說魔法書中那個魔法師 也是從塔克爾的世界來的人 會不會可能這兩個世界有所關聯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不說世界會因此改變 只是卡克爾有很大的可能性會回到原本的世界 發現自己陷入一個沒有解僚的輪迴中 暫時先忘記吧 那既然要在這邊工作的話 準備便當和水壺 水壺比較好 水壺的話叫來有些空的飽和品 應該還有多裏的便當 喝才對 沒有關係啦 但是便當也比較省錢 而且你會吃啊 而且這樣做起來才有意義 卡克爾難能治癒的同時 在櫥櫃裡 找到不成用過的便當盒 把它拿了出來 太好了 這應該可以拿來用 卡克爾的生活開始偉大在魔法書的分析 也在到場的傳說中 我回來了 從打工的地方下班回家 進江門第一件事 就是先說聲我回來了 一直以來盡管我這麼做 卻不曾得到任何的回應 不過這次就是我和卡克爾的生活方式 我一直都在想 這麼做到底有沒有意義 不過今天卡克爾是我不在家的樣子 不知道去哪了 該不會是道場吧 幾週前 他已經開始要道場任教 他說覺得日子過得很充實 也樂在斷念噱頭的樣子 本來應該要擔心女性夜歸的安全 不過是卡克爾的話 就不用特別擔心了 不如用作用變態襲擊卡克爾的話 變態還是讓安全比較令人擔心 在那樣的情況下 卡克爾也不會首相有危險吧 最後的狀況就是過度的自我防饋 然後 一想像這無編改變主義 我還是去找他吧 因為有什麼萬一的話就麻煩了 放下身上的東西後 我決定先從父親開始找找看 卡克爾的聲音從我的身後重來 卡...卡...卡特爾 別突然在我身後出身了 我確實舒服到連門都沒所上 但...但突然這樣出身 這樣笑我可是違反家規啊 那...那一包是什麼 我所指的是卡克爾的身上抱著大紙袋 卡克爾的寶貴抱著他笑著說 其實... 我所指的是卡克爾的身上抱著大紙袋 卡克爾的寶貝抱著他笑著說 第一次的發新啊 很棒啊 嗯... 這個世界的価値基準 很清楚 這個紙袋 會變成紙袋 真的驚訝 卡克爾一邊說著 一邊從信封中 抽出紙巢要給我看 這紙巢 我雖然也不是對這很清楚 不過可是有防止尾巢的功能喔 哦... 這個紙袋嗎 這個世界的技術 就像魔法一樣 其實我發達的魔法 只是以限資格 這句話 我好像哪裏聽過 對塔克爾來說 會不會寫一記過冰箱 也是魔法一樣的東西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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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報酬 之後 之前想要買的東西 我會想要買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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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賺的錢 只要自己喜歡 隨便花有什麼關係 雖然轉換算是這麼說 不過眼前所看到的 早也超過他所說 有點買太多的定義了 我以前看到了 茫茫茫茫的東西 從他手中的袋子 該會有什麼寵物吧 這房間是禁止良寵物的 如果被發現良寵物的話 如果被發現良寵物的話 毫無疑問會被房東趕出去 我可以看看裡面什麼東西嗎 身為同居的 我...我想知道你買些什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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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克還在壓住所上的袋子 太可疑了 不會在路上 隨便把動物抱回家吧 這邊好像是懸惡 我也不能就這樣視而不見 但是卡克也不會輕易那種 看袋子野的東西 如果就這樣蠻重的 硬要看看的話 不曉得還有什麼樣的反擊 那就先來耐一下好了 就算要看也盡可能 別當卡克的鷹隻動物 找個適量的時機 確認裡面的東西吧 什麼啊 Ky君 什麼 我才沒有計劃什麼咧 你回來也累了吧 要不要先去沖個澡啊 嗯 他好像困擾一些什麼 在道場練習時 應該也流了一身汗了 就算不是這樣 配料的道具 也都是些不透風的材質 身上臉大大的 應該會想趕快去沖澡才對 怪怪啊 Ky君 巧合 嘗 嘖搞 被試破了 而且這是重要的 太是 很難 喜歡 fact 你試想 獲得 我点点头看着现场强大的卡特 卡特小心翼翼把袋子藏在翼翼中 拿着毛巾和换血衣物走向浴室 我只要暂时坐在 坐着坑的电视 点上水龙口一开始 耗尽心瞬间开始作祟 他虽然是这么说 不过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吧 简单说只要不被现场抓爆就没事 现在卡特也正在洗澡 这个是现场难免的好机会 这次不看的话 搞不好以后就没机会看了 那就 我身上脖子看下浴室 卡特还在冲澡 比出来的时间还要一阵子 应该没有问题 我悄悄走开衣柜旁 悄悄地打开衣柜门 拿出卡特藏起来的袋子 悄悄地打开往里面一看 玩偶 带这里装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玩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可爱的商品在里面 这和平时卡特带给人的形象完全不同 卡特喜欢这样类型的东西啊 我能能治愈的同时突然惊觉身后 有出窍的声音 回过头来卡特愤怒的表现真安啊 卡 卡特 那是因为 你干嘛这样又不是奇怪的兴趣 反过来说喜欢可爱的东西 代表你也是有另外烂能不为人之一面啊 这也是一件好事 平时卡特就像勇往上站的骑士 但又有女性的一面 这样反倒让人感到安心 原来是考虑这件事啊 目非不愿意让我看到带众的东西 也是因为出于此原因 这样也问你们太挤人优天了吧 不要担心啊 这个世界里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知道卡特是骑士团长这件事 在这个世界里就做出坦率的 做出自己的感受 没有人会多说什么 就是这样 我边下的边前他手上 将他手上的钱给收起来 今天晚上我们去外面吃饭吧 顺便进入卡特得到第一份薪水 嗯 吃饭吧 那是好事 但是 既然 既然要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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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因为我真的很在意 毕竟如果那是猫或狗的话 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 嗯 好吧 但是 既然没有 卡特热义的眼神撇向我 他是认真的在警告我 真的没有下一次的 我上的旧行员 比较想象中的更加热闹 或许是我们的关系吧 既和酒的商班族 出来购物的人 全部都聚集在那 他们像我们投注的一样年光 我上的扣子破坏 因为这比较少 加上盔甲的装扮 更加的醒眼 夜になっても これほどまでに人が集まる というのは オートでもなければ 見られない光景だ 卡克的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 怪物啊 对了 卡克曾经说过 在那个世界里 有那种会聚集魔力的怪物 对人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生物 不过只要打扰怪物的话 就能吸收魔力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世界里有怪物的话 只要卡克打扰它 就有机会吸收魔力 回到永远的世界 一旦卡克回到永远的世界 这边的生活 也就结束了吧 虽然没有可以去想什么 不过嘴里倒是难难治愈 没什么 你想吃什么 这样啊 这么说到底是 仔细想一想 两个在外面吃饭 都是第一次 一直以来就是我在做菜 曾经想过他塔克来做菜 不过本人好像没有那预愿 只要让他 以握上 以握上菜包 就像是让他握上键一样 万一他就这样拿着菜刀 会来会去 反正更危险 最后做菜这件事 还是由我来做 我自己对做菜 也不是很在好 自己煮的日子过了相当久 这样的人说 做出那么一两道菜 不过和外面的大厨相比 等级可是天差地别 这样的话 有限的餐厅我想去看看 要吗 欢迎主人 大小姐回来 已经到女仆餐厅 出来接待是穿着 可爱女仆装的女仆 热情地招呼着我们 我先听别人说 说过像这样进入女仆餐厅 这种热情款待反 反倒会令人感到不知所措 卡克顿时哑口无言 想来这边看看 刚好只是有这个机会 这样这个地方 里丘眼并不算远 但始终不曾 踏入女仆餐厅一步 不如说 自己都觉得来着 有点丢脸 所以一直都没有勇气来 不过 曾经没有说过 这样一个咖啡厅 不过主持好像 还不错的样子 这件事让我 一直挂在心上 卡克尔似乎很有兴趣 打量女仆身上的穿着 实际上他们不是女仆 只是穿着像女仆而已 在这边可以享受到 女仆带合的服务的乐趣 女仆商店这个概念 就算这个世界 也很难被理解吧 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 女仆咖啡厅非常受到欢迎 不过在社会上 也只是长个一小部分而已 应该也不需要 特别向他说明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来 最重要的是 享受这里的气氛 自己操作定一下解冻后 女婆带我们 回到座位上 首先是菜单的部分 内科决定好了 所以我本来 是为了吃大包饭 蛋包饭才来这里 那我也一份大包饭吧 内科帮助人 大小姐准备两份特制大包饭 还请稍候哦 女婆朝夕的 复述我们的餐点便离开了 卡克尔看着女婆 飘逸的裙子 默默的蓝蓝蓝蜜蜜蜜 那是使用人的格好吗 啊 这世界是女婆 的女婆 是女婆 卡克尔的世界 你有扑人这职务吗 当然 王宙 男女 合适 几十人的使用人 勤务 女性的使用人 衣装 我都会有点似的 比赛 都不得了 他这么一说 我怎么开始有点在一起来 一世界和这个女物的差别 到底是什么 这也离谱本来也不是真的离谱了 如果真的是女婆的话 我想这个世界和你的世界应该是相同的 而且衣装的素材也不太好 这时就会有不安的防御力 防御力突然出现和女婆完全无关的致死 让我吓了一跳 使用人在这时 主要保护主人的理由 我倒是不曾经说过 我国的名道都学习权 主要是使用人的誉 这样的意思是 我们的历史也有 主要保护主人的女婆 不懂差事是什么 不过价值观好像有点小小的不同 卡克自豪的表情比平常更加耀眼 不过价值观看 不过价值观看 但是这些世界的名字很可爱 看着价值观看 价值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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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慢慢地红了起来 虽然平时好像很冷酷的样子 或许原本他 就是一个害羞的 你说不定 知道了 喝喝水冷静冷静 我把水沸滴给他 不过卡克对女婆蛮了解的 跟她说他材质不是吗 家裡有女婆這件事讓我瞪大眼睛 雖然有感受到這麼一點點 卡克果然是不責不客的大小姐 卡克的表情突然暗淡的下來 卡特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畢竟也沒有發現任何相關的線索 卡克摸摸地下的頭 卡克會煩惱也是理所當然的 活到原本的世界必須要有魔力才行 在沒有等到魔力之前 卡克只能留在原本的世界 如果可以讓卡克找到隱身在這個世界的方法就好了 如果找到跟他分心的事情就好了 可惜我找不到適當的治癒來表達 剛才點上了女婆走過來 那個不好意思 嗯有什麼事嗎 應該是還確認餐廳的吧 不過感覺好像不太一樣 女婆笑了一點隱隱的說 恭喜主人和女婆成為第10萬的未來賓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 我們將贈送主人和大小姐動物園的門票 卡克突然執起身子 是的 還有小動物混動的區域喔 請公平去體驗看看 有沒有在說完後 將門票遞給了塔克 稍後為你們欣賞特製當包飯 以後離開後 卡克目不轉進了看著門票 小動物 觸碰 那 我看見這裡 才會像挖到寶一樣 這門票秀給我看 門票上是一個小孩子 在和兔子七夕 兔子 在這世界上是兔子嗎 在我世界上是拉比 但是 真是可愛 這麼可愛的拉比 不是 在這世界上是兔子嗎 太 太康諷了吧 剛才諾默的感 諾默的感就這麼悠閒於上 毛眼消息一些看著我 卡克都這麼興奮了 不去那邊走走 實在說不過去 那下次休假 我們再一起去吧 當然囉 不過不能穿這一身裝備去的事 拿著塔姐走點啊 為你端上特製當包飯 看 女婆將當包飯 登到滿你喜悅的卡克的面前 不就是個補空的當包飯而已嗎 喔 好吃 所以 卡克吃下第一口後 露出滿你的喜悅 雖然我還沒有吃 不過看到他這麼高興的樣子 我也更高興的起來 那我開動囉 我的餐點也放得上來 但我正準備要吃的時候 那個主人和大小姐 嗯 我可以為兩位獻上增加棉位度 模仿嗎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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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世界上存在嗎 是的 這張愛和幸福的咒語 首先需要先這樣 在當包飯裡 當包飯上面的番茄醬 畫上愛心 女婆一邊這麼說 一邊說的 我在當包飯上畫上愛心 再換完之後 女婆在熊顯比上愛心 並微笑著 連尾一起來 周圍就是 萌萌Q 這是認真的嗎 太尷尬了 卡克爾在女婆山間學到奇怪的姿勢 都能不好好跟他解釋 可不行啊 那就開始囉 萌萌萌Q 萌萌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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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大聲音念著咒語 我一直相信女僕所說的話 謝謝兩位的魔法 你的請慢用 女僕說完後被離開了 怎麼說也是呢 等會再來解開這次裝的誤會吧 經歷過種種困難 或者當包飯 感覺特別的美味啊 好 好 我們這次集結束在這邊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LB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自己收看 拜拜